大家好,我叫阿楓小夢 我今天也是一個獨立製片工作者 今天邀請到我們鄭文棠導演 鄭文棠導演其實是我自己影片創作的老師 也是我參與一些社會運動的企劃老師 所以今天很容易邀請到阿東隊來講 其實剛才中立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納死時刻 剛好今天上映 剛好今天上映 然後我會蠻推薦在場的各位如果有機會 有時間的話去看一下這一部紀錄片 然後它是透過一個整個金馬獎的主軸 然後在講過往的一個台灣的電影 從那個第一屆的金馬獎怎麼產生 然後到現在 然後從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看到就是說在過往 在整個國民黨 在整個國民黨危險體制底下 然後整個那種政治的意識形態 怎麼去干擾我們的電影產業 然後怎麼把那種意識形態 然後直接透過政治的一個干預 這樣子 然後一直在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就在這過程當中 這一些電影創作者 然後試著去衝撞 包括台灣新電影 就是侯孝賢他們 然後開始有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在過程當中 就是在過程當中也會看到 就是那種電影產業 而且因為那種市場的一個力量 所以產生了比如說 就那種三天市窮窯 在某個年代那種東西的一個出現 可以使用市場力量的一個併作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整個影視產業裡面 基本上它會有一個 屬於那種市場 市場的引導的一個力量 那會有一塊 就是整個那種政府 尤其是在一個 有一點威權非民主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狀況底下 的這種國家機器 有時候會透過它的一個 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一個介入 然後回去干擾影響 然後整個那種影視產業的一個發展 影視產業它除了有它的一個娛樂性之外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其實就是所謂的一個 文化詮釋圈 文化的一個詮釋圈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推薦大家去看 我們的那時此刻 那個過程當中 你看完你就會發現 是誰在詮釋 誰掌握了這個權力 誰掌握了這個權力 然後尤其我們今天談到的 就是燦爛時光 這不只是一個文化詮釋圈 是對於我們的一個歷史詮釋 歷史的一個詮釋圈 這些東西是非常了解的事情 這個東西就是說 當你這個東西是放在別人 權力寫在別人的手上 它永遠看待就是從它的角度 在看到 我會推薦大家 除了今天來聽之外 找時間去看 那我們的那時此刻 的原因就在 你會看到裡面 在過程 在以往 國民黨威權的時代以下 它的某一些 扭曲的東西 是怎麼在過往產生的 他們怕你 時間進步過 所以我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交給這個正文堂導演 就待會 正文堂導演在講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什麼 聽不太清楚的 那你可以做一個手勢 抓抓頭 然後他就會必須 這是我們社會的傳統 聽到沒有 你就抓抓頭 那個標誌就說 啊 說要太親了 要用比較白話的 來解說一下 那 解說之後 又聽不懂 你可以兩隻手抓抓 就是標誌 又聽不懂 麻煩就說比較白話的 來解說 我們先 待會兒先讓那個 正文堂導演 先講一段 然後他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再另外 就剛才 大家在自我介紹的過程當中 都有提了一些問題 那我相信就是 正文堂導演 在他講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做一些回應 對 也會做一些回應 那在最後 等正堂導演 就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會再開放一點時間 就把浪漫現場 幫各位來提供這樣 這樣 掌聲熱烈歡迎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就 課的話都完全不講了 大家好 我是真的很榮幸 這不是課到好 很榮幸 來到折舞 這個 要真的講是真的的東西 因為這是一個 誒 那個叫什麼 就是你 你考上一個執照的感覺 因為我到來 有講一些副題 是說跟大學開工 這是 這是要經過一段的 努力 你才有辦法 那 我在灿灘時光的一個 過程當中 當然也是很 有它的可能 但是我那個時候一直在想 一直有一個很強的信念是說 你就要做 很多很多的困難 很多很多的困境 很多阻礙 但你就是要做 你把它做出來再說 因為你把它做出來 你才有機會 跟大家講話 這是我很強的信念 所以 我今天至少把它做完了 所以我才有機會來責務 但我是沒有資格來責務的 所以沒有資格 人家會找你來說 來談談燦灘時光 談談你的另外的創作 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個 心有所感的東西 是真的有這個感覺說 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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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上來的感覺 這是很高興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 我就直接提主題了 我不是來抱怨的 那也不會來訴苦 雖然它有很多 那有很多怨情 但是不是 這個都不重要 因為我是一個很正向的人 那個正向不是小清新的那種正向 也不是所有東西都要 Heavy Ending 那種正向 而是我今天來就是有目的的 我就是要至少要達到目的 今天來才值得嘛 結果我在錯誤的安排之下 其實我今天已經在速德大學上了八個小時的課 那因為我把這個兩個星期五搞錯了 所以我必須等一下 我必須搭十點四五一要回速德 因為明天早上九點要上八個小時的課 那是一個workshop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 但是我一定要來 因為這個太重要了 我是真的忘掉那個兩個星期五之間的關聯 搞錯了 好 那個 我說我不抱怨的原因是因為剛剛那個中領實在太感動了 這才是我來的目的 除了講一點 在那個時報這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但是台灣現在面臨什麼問題 現在的問題 我用文化的角度來說 產業先不講 產業差太多了 產業我們現在跟中國差太多了 好像這一塊已經擺太多了 影響可能講不下去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文化狀況是 很嚴重是 舉燦爛時光這個例子來說 我到處這個過程中 包含拍完之後去做座談 然後記者訪問 記者訪問的問題其實跟大家都差不多 跟大家都差不多 然後同樣都會問到說 你中間碰到的困難是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拍這個題目呢 其實講的也差不多 重點是 我在創作燦爛時光 最大的困難不是基本本身 都不是 而是 你很清楚說 你今天選擇的這題目 你就要面臨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 不會有電視台厭力播你的片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很清楚 我又不是剛 我不是菜鳥 所以我拍的菜鳥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既然寫的 如果一直想拍這個東西 一直想拍 關於228的故事 因為我拍過228的紀錄片 就是用一個模擬器拍出來的紀錄片 叫做傷可能228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力量還蠻大 雖然那個主事者 拍完之後 那個電視台並沒有全力去推他 應該是政治敏感的問題 但是我就 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想 這其實是我當學的時候 開始啟蒙之後 就電 那個我的政治啟蒙之後 我就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這麼嚴重的事情都沒人拍 所以一直放在心裡覺得應該拍 但是我那個時候完全沒有想到說 我有一天有機會當導演 怎麼想也想不到 因為我是個那種 過敗的子弟 過敗家庭的子弟 然後完全不知道前途在哪裡 就這樣一年機會就這樣 有機會讓我創作 所以我開始思考說 真的要拍 真的要拍 是真的我開始有能力拍片的時候 所以這個 真的要拍的思考也放了20年 到今天才有機會拍 但是當我開始在寫這個時候 我很清楚 我們的狀況來 就是台灣現在最嚴重最嚴重的狀況 馬政府的八年當然跟這個毫無關聯 他簡直他不 他不只是沒有幫台灣的這種產業 影視產業往前推展 或者是關於歷史前世前後 往前世前 這件事把它放在心上完全沒有 他甚至是一個阻礙的人 這是最嚴重的 就是你自己的國家的嚴守 當然他不是我們國家的人 所以我就把台灣的 這個擋自己的文化 擋 就是他是一個主要的人 他把它擋住了 他不讓這件事情發生 國內在台灣 就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一個領導者是這樣 那你怎麼辦呢 因為你在寫的時候 你在寫的時候 之後說不會有電視台播 太難了 但是你不寫啊 那你就投降嘛 簡單說 你就知道困難了 耍我不要做了 他不會說我不要做了 就 也算輕鬆啦 我也知道未來的 正道也幫忙 好就 硬寫 因為你既然取了業 你就要衝了嘛 而且我又是這個 意識形態的人 我很強 就是我一定要完成一些 自己在啟蒙過程中 所看到所聽到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很多不平 那為什麼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會變成一個 對過去的歷史看待之後 那麼多人受苦 那麼多人受難 然後犧牲生命 每個前家人被抓出去槍斃 屍體也找不到 我們都從 我開始啟蒙之後 我就聽過這些故事 你也聽過啊 大家都聽過 只要對歷史有點興趣的人都知道 或者有意識的人都知道 那我們每天都在聽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生活如常 第二天 起床 照常去上班 然後一樣看了那些 統代的報紙 然後一直看了電視 繼續看那個 背著屍體 那個吃早餐 就日常 然後我們再一下就忘掉 每年到228之前就開始 喔 對齁那件事 然後又過了一年 喔對齁那件事 你懂我意思嗎 就我們 不只被制約 我們被某一種東西 那個叫 某種 喔 匡處 所以我們不敢去想他 那也不再去想他 所以我們覺得 好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 我們人民都理所當然 政治人物當然理所當然 我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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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要無所謂 那些政治人物怎麼可能有要件 他當然 他也跟自己摸來實在說兩句 要交代啊 所以馬英九到228就急功嘛 那現在柯文哲228就跑了急車嘛 真的 他也講 所以我說寬宿如海 對嗎 他是講這個 很多人囤在海底 就很多惡霸的人 沒也沒顧被殺人 然後就囤在海底 台灣的太平洋很多以前的屍體 我只用例子來講 寬宿如海 他們背著海的那些人 英文都不知道跑去哪裡 這個就是抱怨 你說好不抱怨 所以那個產業的問題 這個文化的問題出在 光在創作的時候你就知道 這個國家跟這件事情是違背的 你知道嗎 這個是台灣目前 不管是我或魏德勝 不管是再大的創作者 都要面臨的問題 所以韓國 不是韓國能 為什麼不能 不只聲不只什麼 政府支持經濟的問題都不是 就光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就輸韓國一大決 我們不把這個當一回事 就台灣的文化人 創作者 電影工作者 不把這個當一回事 台灣的寫書的人 或是那個劇場的人 不把這個當一回事 那個不把當一回事 也不是我拍的一個燦爛時光 就有資格在這樣講 我也是那種 不把他當一回事的人 你懂嗎 不只有機會拍 拍完了還是要日常 我又不把他當一回事 因為我們沒有人 專心在做這件事 這麼嚴重的事 那麼多人犧牲了家庭 然後無言無故死亡的事 一個家庭過歲 多少家庭過歲 我們都不把他當一回事 都只到某一個時候 你有機會才去做他一下 做他一下 這就是我們跟韓國的不同 最大不同 最大最大的不同 也就是台灣民族性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 這很嚴重 就是我們已經 我說也許制約 也許怎麼樣 也許這樣信號的過程 我們慢慢變成了這樣的人 很要命 這是第一個 非常要命 你懂我嗎 你懂我嗎 聽我嗎 有人要逃我 大家的意思是這樣 這去人家又詮釋了 我就不要用成親戚的議員 他們都說是這樣 我們變成習慣 慣勢 對啊 這個是 過來會變成一個 你的生活習慣 習以為常是最嚴重的 如果用白話文來說實在 那個 這個當中的最嚴重 大冬那個最嚴重 那是醫學平台問題 第二個嚴重當然是 也是意識的問題 我們過去 也許有些朋友有聽過 七零年來八零年創作者 我們以前的大哥 我們拍照或是以前在寫東西 是有警種的 你頭上有一個警種 自己的年齊 那個同學已經 你不知道對不對 那個時候沒有電腦 你在寫稿 你在家裡很封閉的環境 也許不是什麼美好的書嗎 然後你在寫字 譬如說我那個時候在寫劇本 我那個時候就對 我說我大學之後啟蒙了 所以我開始就會寫 寫一點故事 像故事 我記得我第一個故事叫沒有出口 就講兩個嚴重民的青年來到都市 怎麼闖都闖不出去 因為太多的壓力 太多的壓力 所以他們沒有出口 舉例啦 這個故事有什麼了解 沒有什麼了解 可是你知道嗎 在1980年左右那個時候 他寫這個東西 你在家裡寫 寫寫寫寫寫 你不覺得 這故事有問題啊 緊縫 因為很多人因為寫了某些這些東西 就不見了 所以裡面有個緊縫 你一直覺得說這個稿子要放好 跟我隨便拿 更何況那個時候只要寫到228 自己太發抖 我是一個沒有膽的人 說真的 我是一個懦弱的人 我是一個懦弱的人 我不像正南紅 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 是個懦弱的人 所以那個時候自己在寫228 或是跟你的家人 談起228 這三個字的時候是 會去寫寫寫 那個就是緊縫 很嚴重的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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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是跟第一個題目有關 對嗎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題目有關 就我們被這樣 弄了 我這種1958年出生的人 被弄了二三十年 二十幾年 就你一直在壓抑緊縫 內心有緊縫 現在呢 現在沒有緊縫 我們現在什麼都敢講 我們也敢寫吧 除了你寫知道 沒有電視台會放出來 但嚴重是 現在的年輕人正有結這一代 有結不在 有個直播 我說 年輕世代最嚴重你們 現在寫沒有緊縫 問題是有另外一個更大的緊縫 中國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啊 各位朋友 這才是我們要面對的最嚴重問題 對很重要的問題 就你現在沒有緊縫 可是現在所有人在創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媒體 1998年 他親中的結果 加上我們的媒體其實都跟著如何 我們大部分的電影人坦白說 都同樣的信念 坦白說 大部分 所有人都覺得一定要靠中國 一定要跟中國合作 合作我是覺得我都不反對了 跟韓國合作 跟新加坡合作 跟美國合作 當然更好 跟歐洲合作 很棒 跟中國合作 當然不能排斥 OK 那現在問題是 所有儀位的 好像台灣的前途 一定要靠中國 你們比我更清楚這個論述 這是我們香港的問題 從不管旅遊業 換店 餐飲業 電影業 出版業 大家口徑一致 還沒有那麼厲害的教育 怎麼這麼厲害 全國的各行業都一樣 那那個文化工作的電影業都是這樣想 所有的演講或開場都會說 幾乎啦 現在台灣的電影業的工作者 大部分開場只要講產業有關的人 一定要講 我們這個市場太小了 台灣市場太小了 所以我們這樣 我們真的不能忽視忠資這件事情 就跟中國合作 合拍片這件事情 好像這個事情是聖經一樣 不懂 他說的完全 因為他也不是刻意要怎樣 不是他也相信這個 而且他把那個很淺的論述 就當成一個重要論述 就當成一個重要 好像這是一個經科毅力一樣 我每次在底下聽說 那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已經形成國策了嗎 或是這已經是一個 就是美國 是目前世界老大 這個道理 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嗎 到底是誰定論的 台灣市場很小 當然很清楚 那個相對什麼東西很小 你相對中國 那還很小 那你台灣自己 以前台灣新電影的年代 那麼努力 為什麼那個時候也沒有中國 為什麼那個時候活得很好 當然我知道 時代不同 那就要想辦法在台灣這個市場裡面 想辦法掙扎 然後讓更多的創意人可以出來 讓更多的台灣的國人 可以支持台灣的電影 應該全力已故在這一塊 哪有一個國家的人這麼不爭氣 所以所有的在上面講話 都是一定馬上就說 我們先不要說中國是怎麼離國 這一個問題 不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會這樣做 沒有一個 全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會說 我們不行 我們太小 我們不行 新加坡人會說 我們不行 我們一定要怕馬來西亞嗎 怕那麼小 他會說 我們不行 我們慘烈不行 我們要跟馬來西亞 什麼 我們沒有馬來西亞 我們會死掉 真是不爭氣 那個不爭氣是變成一個共識 這才是嚴重 我今天最感觸的是這兩點 就是你當他變成共識 那形成一個 就是好像全民的共識 所以所有創作者現在在寫東西 我是不會 可能也有很多導演不會 我不是說只有我一個 鄭友姐不會啊 所以他會拍那個潛規則 舉例啦 但大部分的導演 所有人在寫 他的團隊也好 他自己也好 文綜也不會 在寫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好像想到說 這個題材不行 這個題材也沒辦法找到 中國自己 這個題材也沒辦法在中國放列 他們不會說中國 他們就說內地 這個題材還不能 不行 那過不了 審批過不了 什麼審批 審批過不了 你懂嗎 這最嚴重 但這件事情 形成定論之後 我們怎麼創作 真的 只剩下 類似這種 我知道 我當作為困境啊 那為什麼要幹 就是你再不幹 你就跟大家一樣嘛 你只是說 我很自民清潰 我才不要去 去中國的發展 那有什麼用 沒有用嘛 對吧 你就是投降的另外一種方式而已 那這個就是前世前 那個前世前 那個前世前 人家很厲害 那個前世前 已經不用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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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腦都不用了 他只要 弄得 所有人都 口徑一致就好 沒有人敢拍了 這是最嚴重 我說這個前世是最嚴重最嚴重最嚴重 這兩大的問題 就是意識形態 完全被控訴 那我就說 我今天來一定要講這個 因為這裡是職務 今天不是外面的什麼 講這個沒用 很多地方是沒用 但是今天是職務 那我今天聽到大家的自我介紹 這個才是我們的力量 台灣今天要考慮這樣 就是那種看不見的力量 這是我最感動的事情 為什麼那個318的時候我會感動 我的感動不是人那麼多 不是 我是能看到 要有魚肉嗎 不是沒有魚肉 因為那是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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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於各自不同的組織 團隊 或者某一種訓練 他就跑進來 不是什麼30萬人50萬人 是那個有力量在 我自己的敏感度 我知道這是美股的力量 那就是台灣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 平常大家是冷工商 有些去做包裝園 有些在學校裡面 有些怎麼樣 業務也都OK 那他有一種力量 在了解台灣 或是在支持台灣說 這個東西要頂住 要頂住 要頂住 那會發生 或者不發生都沒關係 他知道 他有一些活動 他會參與 有些運動拍電會在場 這就是台灣 我一定要靠這個 而且今天談產業的最重要是說 如果真的大家有機會 用你們的力量 不管是歷史的力量 或是寫術的力量 或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影像的力量 想辦法去 我們 就是我們要緩工啦 跟我們說什麼 不能成為 永遠在哀打 好 這兩件事 那這個兩大課題 是要形成出來的 就是燦爛時光的問題 我不是你自己生的 那個叫什麼 自我 就是 自我療傷 或是安慰自己 是真的最嚴重是這個 然後 因為這樣的因素 可是我又碰到 我一定要寫 我一定要寫他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拍他 沒有什麼偉大的道理 我一定要拍他的原因 只有一個 那個就是我的歷史 我希望把這個歷史拍出來 就是我覺得這個太重要 雖然我知道目前條件很差 我的基本還不夠好 這個我都清楚 基本還不夠好是真的 後面十集很大的問題 前面十集有很多東西 沒沒幹 還沒搞清楚 還沒弄 他一定要拍 因為我再不拍 我就會墮落 我就會淡忘他 就像我們說的 我的日常 那我可能因為這個擺下去 我就必須去拍下一部電影 那或者有新的案子會進來 因為我是個案子 很多人 當然有人找我拍 那我必須活著 所以我必須繼續拍下去 那一年一年一年下去是真的不會拍 這是我自認的自己內心的世界 所以我一定要這個時候拍 在這個狀況下 然後就 又加上一個偉大的事情 都跟你們有關 我說你們高中生們 反課綱這件事情 靠腰我 滴落在 真的 這個時候 這2014年了 那個是我真正最大的功力是反課綱 除了歷史的思考之外 這當然是我說 印量很久 那我也拿到錢喔 我拿到一千五百萬的文化部補助 我們補助為什麼 你說文化部為什麼會補助這個戲 當然是因為評審的關係啊 評審 他請來評審 有些人還是 腦袋很輕 他覺得台灣歷史很重要 類似這樣 當然評審都 誰是誰不重要 其實重點是 還有評審 評審就是看不見力量 你懂啊 看不見他知道 有些東西要支持 他不用沒事在那邊 跟你高呼 那個 他就是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要投你的票 投你的票 就跟吳敬明投票的概念一樣 所以才有機會拿到一千五百萬的補助 齁 可是那個時候 我已經 覺得不行了 因為 真的找不到錢 我找遍所有台灣的電視台 連那個台灣能給電視台 這真的有直播耶 好沒關係 每個台都找了耶 通通搖頭 客套一點 說得很好聽 說 啊 我現在沒想要做這種事 現在 大家都滿了 九點檔也滿了 八點檔也滿了 我當然知道八點檔也滿了 這比較快 不然就直接說 這沒什麼東西 沒有商業性 我當然知道沒商業性 我們把它改成有相商業性嘛 就跟中理說的 商業性很重要啊 誰說商業性不重要 當然是很重要 但這個階段就到這裡 然後我們 如果願意投資 我們就改嘛 這個都說在檯面上 比如說真的有一個投資 我們就改 花時間來改 趕快把它改 演員找最好的 因為有你們這個大店是來支持 演員很遠現實啊 我今天沒有找到公司演員 不會來演 不是說我自己很高興啊 籌了一點錢啊 找了演員 這個演員就會來 雖然他們很支持也很好 很棒 但是你電視台都講不出來 我怎麼跟你合作 我每個演員 要花個三個月來 來這邊一起工作嘛 工作完沒有地方播 他真的拍 他一年也不過四個三個月 對吧 這是很正常 我說很正常 所以 這是很關鍵的事情 那沒有一個電視台 還有一個東西 沒有 比我想像的還慘烈 我本來想說 應該不會 應該還有一兩個 至少豔利說來幫忙 讓你播出什麼 通通沒有 所以真的要放棄了 是因為 反課剛運動 怎樣 那個 吞不下去 都到這個階段了 他還要想改歷史 還要提我們 我過去所受的苦 完全不上來 我的苦是什麼 我的苦不是像馬英九 有一次跟我一起看眼淚 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馬英九 坦白說 他還不知道怎麼回應 他還不知道怎麼回應 真的無話早話說 對不起 我又插到別的地方 無話早話說 就說 那個 鄭導演 你是 你的 不是家鄉 那個叫做 對對對 就是有點像 你祖籍 你的祖籍哪裡 我真的放 晃不住 他怎麼回應 所以我是宜蘭縣人 好 這是工商時間 大概是這種情形 所以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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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工作 結果沒有電視台 真的 那 管課剛來了 就一定要拚 因為我以前是真的被洗腦 我說我很懦弱 我是真的很懦弱 寫個東西都會怕有沒有品種 就那種人 像一個 原住民的問題 就在想我做 這個 警察 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出事 是那種人 為什麼 為什麼包括搞成這樣 我又不是這種人 然後 所有歷史都不知道 好 要收回燦爛時光 所以 所以那個 訪客槓真的很重要 推我一把 一個很強的動能 明知到三有五 一定要往前走 沒錢 真的沒錢 一千五百萬怎麼拍啊 先拍再說 然後 準備拍 可是心裡又忐忑不安 一千五百萬不敢拍 我也沒有那麼大的家產 我會這錢啊 就想說沒關係 先籌備看看 公事 但是 我相信是 為什麼你知道 很重要 是因為 選舉快到了 第二個是 因為 有一把青 一把青 已經決定要在公司播 所以那種 平衡很重要 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 OK 你們怎麼想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你 煙一波就很高興 那你要買 OK 你用買的 所以公共電視並不是投資 並不是 製作這個電影 而是它只是買片 我們的 最重要的 那個 電視台 它是用買片 它也是買一把青 它也不是投資一把青 它是買 OK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 happy ending 至少留一筆錢 雖然不多 八百萬 加上一千五百萬 就兩千三百萬 可是這個戲要三千六百萬 我去哪裡拿啊 要先拍來再說 一邊拍一邊想 一邊拍一邊想 一邊拍去哪裡找錢啊 所以 不是藉口 是因為這樣 就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拍 已經到 都跑了體輪啊 已經到西邊 你要跳下去 那要跳啊 跳下去才能流過去啊 跳下去再說 這是 目前這部戲的 困境的原因在這裡 這個不是 真的不是藉口 是真實的狀況 所以就邊拍邊找一點錢 邊拍邊找一點錢 所以我真的很羨慕一把心 有那麼多的錢 有好多好多的錢 這很棒啊 這真的很難恭喜他 那我自己在想 為什麼一把心有那麼多的錢 而且是不只公司而已 還是有一個大企業家願意支持他 好幾千萬的支持 這也是上新聞的 這不是我在這邊 那個八卦 新聞都有播 所以他 為什麼這樣的題材 有這樣的企業家來支持 為什麼這個題材 都沒有企業家來支持 都每天在 可望的企業家 所以這樣過程 就這樣完成 所以語言不行 語言不行 不能外言 當然要拜導演 你就 你就 歐久一點嘛 即便來說 你今天在籌備半年在拍 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丟臉 斷你媽媽的附 把那個英文再會訓練 他艷利一點嘛 那信念 信念 他有機會 把那個吳建和台語弄好的一點 把習明講的台語弄好的一點 把那個姚承耀台語弄好的一點 絕對有機會 因為他們很艷利 他們是很艷利付出的演員 但是我沒有那個半年的時間以及錢 是真的現實化 我知道應該要半年 至少 道具應該再早 所有的槍都不對 怎麼會不會那個時候有那種槍 那全台灣沒有別的槍啦 從賽德克巴萊到卡諾到什麼 全部用那一批同樣的槍 這是可悲的民族啊 搞人啊 沒有槍耶 就那幾把槍耶 那槍我之前借給 烈天倫拍那個什麼 也是一個時代劇 不是大道城 大道城也是 然後那個後來惠德勝那邊也需要槍 大家就掉了掉去 永遠就是那一批槍 當然有一些卡兵槍嘛 那個不能用 所以所有人大概用武器步槍 五七年才來的東西怎麼會用在這個時代 沒有槍啊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真的沒有槍 認真說 我知道要弄槍啊 一定要真正找對的人 服裝都要穿 我們又不是 真的不是故意要這樣 真的 就沒有 沒有衣服耶 台灣沒有那些錢可以做衣服 我有機場那個日本人的戲 是真的用訂座嘛 銀號兩萬塊這樣訂座好心痛 他沒辦法 因為你不可能讓他穿衣衣嘛 那時候台灣的日本人都穿衣衣耶 都在路上走 都穿著他們洗澡的衣服耶 是尷尬的 連穿衣服一個師傅來穿 對不起又變很抱怨 師傅來穿衣服穿一套要五千塊耶 穿一套就是他幫你穿衣服 你要付給他五千塊 因為這衣服只有他會穿耶 那個合股真的合股 這邀請他人家是真的是正專業 所有東西都不會錯 哪裡一條什麼都不會錯 而且穿起來很好看 就我戲裡面出現的合股 是在訂座的 在下一定要找師傅啦 那真的訂座要穿 我們不會穿 他也不會教你 就這樣穿 那穿起來果然是很美 類似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影視條件 影視環境 文化環境 該做的是文化環境 好 這些都小細節喔 現在談一個更大的 更大更大 欸 時間提醒我一下 郭老師 其實我今天講了八個小時 繼續講 更大也是 國民黨來台灣之後 最要求的事情 殺人啊 真真 到現在都一個道歉都不肯 真正的道歉 這真的 我為什麼這麼痛恨他 其實我跟他毫無關聯 我說我家跟他也沒什麼人 直接上 我家沒有白色恐怖的受難怎麼樣 蠻久的一次問我 我說你家是不是有什麼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那麼長的時間跟他聊天 所以我告訴你啦 不是每個人現在站在街頭的人 都是他家裡的人 怎麼樣 而是因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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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可以講十個禮物 我就是那十個禮物的 中間的其中五個 我被控制腦袋那麼久 有一天我自己發現說 靠下我以前所念的歷史都是假的 你說你氣不氣 氣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什麼偉大的道理 沒有什麼偉大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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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什麼那個 那個論述多欠都不是 可是有一天你知道你被騙了 而且這個是刻意被騙 我說那個要求是這個 另外一個要求 就他刻意的很努力的發了很多心思 花了很大的工程去把所有過去台灣的歷史毀滅了 這個是真的很要求耶 我說的要求不是什麼拍片很難而已 對嘛 大家知道 那個只是小集 事實上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拍片超難啊 沒有場景了 各位 台灣人要拍歷史記 除了現在有一個政府很強力的 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拚了 不怕被罵 被藍領罵都不怕 拚了 要在一個某個地方 真的某個地方把這個歷史場景建構起來 從日本 從荷蘭都要 西班牙什麼都應該做 去做一個可以讓人進去做歷史導覽的人 以及可以拍片的地方 可以拍電視機 可以拍廣告 可以拍紀錄片 可以拍臉氣機 可以拍電影的地方 不是拍電 不是拍電影有多偉大 不偉大你知道嗎 你不能拿電影去消遣那個黨務主 什麼樣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是真的那個 一定要做這件事 是因為他才是長演的事情 我們現在所有拍歷史機 包含我 包含曹瑞 包含葉天倫 只要拍過歷史的人都知道 我當然比較強烈 因為我拍很多 所以我更強烈 都在會序中拍片 然後都是根本是 有時候 你如果把這些事情講給日本人聽 那個日本電影工作 韓國聽 人家真的會笑死 一兩個角度而已 一轉彎就不行了嘛 所以影像為什麼有時候說要仰角 因為只有天空可以拍 不得不 然後為什麼要拍田園 因為田園不會改變太大 海不會改變太大 雖然也改變了 但是至少不要那麼強求 海 河都還好 大自然都還可以 你只要不要拍到電線桿 其他沒有什麼歷史場景拍 我們擁有的歷史場景 目前僅存的 一下就可以Google出來 但不是變成咖啡廳 咖啡廳也很好 不要變成 不是變成 那就是 沒有啦 我的意思說 大部分都變成文創 什麼商店 那也不能拍了啦 各位 通通不能拍 因為你不能把人家東西搬出來 你不能罵他 因為人家他就是這件事情 他覺得 當成一個文創的咖啡廳很好 事實上也有他的道理 不然你平常還要放在那邊養蚊子 又會被罵 對吧 這個我都理解 但是這個不是某一個人 某一件事 某一個商店的問題 都不是 也不是創作者的問題 不是上帝啦 老闆 自己喜歡啦 所以蔡英文你說他責任大不大 我當然知道他責任大很大 所以有時候捨不得罵民進黨 不是我太愛民進黨 真的不是 在某一種存Q之下 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怎麼樣動一下 那大部分時間我還是覺得說 目前就這個有希望而已 有機會啦 我沒有希望 有機會而已 撒看看 旁邊看看 看有機會拚回來 拚回來 拚回來不是選總統 選條 他有沒有機會讓他變成一個 欸 趁著把文化找回來 把這個事情救回來的 可能性的力量之一 力量之一 我再說一次 我不會依賴某一個人 我們也不應該依賴某一個人 但是 我們有種無形力量 去把某些事情推往前 那你就要選擇 你是要推國民黨 還是要推民進黨 還是要推時代力量 這只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這沒有什麼偉大的哲學 是這樣 好 這就是目前的狀況是 我們沒有歷史長期 因為被刻意的毀壞 以前的日本的 所留下來的東西 用意識形態管控下 包括黨產的問題的管控下 把很多事情都回來了 沒有 回不來了 連 近在眼前的基隆港口都在拆 你說 我們是不是變成共犯之一 我對不起 就我們習以為常 我自己 我說我的智責是來自這裏 看到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那看到的時候你憤怒嘛 很憤怒 那憤怒之外你做了什麼事 坦白說我什麼也沒做 然後鍵盤插手就在上面 打打打打打一下 那有什麼 對那個有用 不是說那個沒用 那是表達你的意見 表達你的立場 這個很重要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才是關鍵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一點感傷 一點憤怒之外 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 這部分的意思是說 我們真的還有很大很大的路要走 很長的路要走 很多的課題要做 非常多 每一天都在發生 每一天 隨時都在發生 這是我們 就作為一個台灣人 真的寫不下來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我不是說叫大家不要生火啦 沒那麼嚴重 我等一下還是去高雄 還是會睡得很好 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功課很多 工作也很多 這是我今天來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然後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已經把 一些問題講到了 我覺得啦 為什麼他 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台語的問題為什麼這麼嚴重 對 台語的問題為什麼這麼嚴重 為什麼這麼嚴重 教育的問題 對 對 你沒有跟大家沒辦法說 你今天沒有人會說 我鄭英龍也沒什麼人說台語 我 發了很多心思 跟自己的女兒 不是刻意的 是 欸我 因為媽媽 講國語比較多嘛 講北京話比較多 我當然是說台語 他也會說 會說 但是 入一小塊 還是說你學校就沒學了 不是媽呀 是婆家 回來 後來 老爸說一個台語 那也是短暫的時間 是這種環節 學校沒有 社會沒有 大家都沒有 就這樣 那 吳建和 吳建和是客家人 他客語講得很好 姚純耀 姚純耀本身家裡有台語背景 但是他不是 他跟鄭英龍一樣 不是生活語言 另外兩個女生也是 通通不是生活語言 只是硬背 或是硬弄 那我當然要知道說 我們能不能找到台語很厲害 又是有 明星妻子可以演這個戲 如果你們好像可以告訴我說 你為什麼不選誰 我真的就拜你為師 說這個人很棒 為什麼沒選他 又可以耶 又什麼樣 又台語 又很厲害 不容易 我是講真的是不容易 挑到他們的心 真的 阿彌陀我覺得他們好棒 願意來演這個戲 又這麼支持 錢也不多 又願意 又是一個敏感題材 他們要冒滿大的風險 風險而已 不一定會怎樣 那個風險是來自於 人家知道你也過燦爛時光 多少會有影響 不能說沒有 他們願意 他願意投入 而且 真正在工作的過程中 又真的很喜歡這個人物 那因為這樣 然後開始去找歷史 跟大家一樣的意思 因為 基本的關係 他開始去找歷史 認識這一段歷史 你說你能不感動嗎 我個人很感動 我覺得每次拍片都覺得 嘖 真的是 很不簡單 他們真的也不簡單 就這樣一點一點這樣聊下去 台語真的完全不行 大部分的演員 裡面所有的演員 除了彭鳳 吳彭鳳這種台語很厲害 陳沐毅 還有幾個老演員 看麗麗那個都沒問題 剩下那所有的年輕演員 李業主的中年很好 柳安順 柳安順 那台語不錯 類似 通通是 你知道我怎麼拍的嗎 這個就當成那個 後面有兩位同學說 以後要從事這個行業 我就當時講一下怎麼拍的 就每個攝影 每個鏡頭 因為我是那種比較 那個叫電影化的導演 就比較像拍電影的感覺 所以我不是那種 你講一句話 他講一句話 那個講一句話 那個連不起來 情緒不會連 所以大部分是一長串 然後再跳一個角度 把這場戲再重拍一遍 在另外一個角度再拍一次 那最後形成一個 都很流暢的結果 這是我的拍 可是這種戲 問話幾年的問題怎麼辦 因為那個台詞有些還蠻長的 就是在一邊拍 那我就坐在那個 那個後來就不做Monitor 就站在攝影機旁邊 就站在攝影機旁邊 然後沒講一句話 我就說 我就不喊咖 你知道 你不能喊咖 喊咖 情緒就斷了 他講一句話 我就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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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一句交代 各位 咦 不誇張咧 咦 咦 他寫我的理器 然後就跟著講 跟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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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take ok 好ok 好很好 下一個 一樣從來一次 就從來一次這種 模式 你說 有時候你不捨得罵 他不是不願意背 很努力 但是台語 是背得來的 台語 怎麼是說 你起來 台電還是用笠 我還可以這樣說 我身外 是用這些話 你說嘛 平時他跟我媽媽說話 就是用這些話 你說 小人跟朋友 就是用這些 用這種理言 在說話 有種 那種快靠 你知道嗎 就跟剛剛克萊爾講 有種快靠 很多人不知道 蔡正南的魅力 來自於那個快靠 他知道那種快靠 不是說他媽媽說 那種不小的 不是 大家都聽得懂 小孩子那種奇怪怪 又不像彰化 又不是那種 他很厲害 對不對 那重點是那個快靠 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創作裡面 有一種台語歌 有一種快靠 這一種 去創作台語歌 就沒有那個快靠 一樣的道理 楊大正有快靠 雖然他這個 他家裡不是台語歌 他家裡是外省人 但他因為從小 在一起的朋友 跟創作的朋友 所以楊大正 你知道 我的前女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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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是 我為什麼可以開玩笑 沒有我們是公開的 是他到的朋友 他昨天還在我家 就是我們還在努力的 要做一些 那個關於他的音樂的事情 所以完全沒問題 這真的沒問題 所以變成是 他生活也不過 他裡面有種病 這也是最難的 不是以言標準的問題 這個不可能 現在台灣所有的年輕人 沒有 我不能說沒有以過 是真的太少太少 這是我們的悲哀 真的很重要 怎麼會不重要呢 你沒有這一個 你就永遠不要開歷史記了 沒有 沒有 我只能說 建村而已 沒人家說什麼 這屬性 是怎樣 連建村都拆了 建村拆不是什麼 歷史的情節 不是 建村拆是土地的下子 這真的 這個賣國已經賣到這個程度 連自己的祖宗的東西都要賣 我說國民黨 他至少要把這個 他的這個 這是他的來源 他只能好好夢他 連自己 你說把我們賣掉 我們知道他敵人就算了 不是算了 就知道 喔 立場不同 他連他自己的東西都要買 真是不爭情的黨 這是我的結論 謝謝 各位 因為今天 因為鄭導演待會兒要去搭 10點15的高鐵 所以我預計差不多9點半 就要讓鄭導演離開 所以 等於說 還有差不多半個小時 對 所以現在我直接把時間 就給你們 對 然後現場有想要提問的 跟鄭導演對話的 我一次收集三個 來 這邊一位 還有沒有其他的 好 這邊兩位 OK 我想 因為我以後想要成為表演者 然後我自己的意思心態是蠻強 就是支持台灣鼓民 那我想要請問 就是在導演的專業領域 就是影視圈裡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共識是說 要向中國靠攏 那要怎麼去打破這樣子 大家的一個迷思 然後還有 剛剛導演說的 要去反攻 到底要怎麼 就是怎麼做 才會破解大家 這個圈子內 大家對這種事情 一個迷思的概念 謝謝 導演你好 我剛有聽到一個東西 是說 導演覺得 現在的台灣 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拍片 拍歷史劇 然後 那你剛有提到一些 荷蘭西班牙 這個我沒聽到是說 荷蘭或西班牙 或是哪個國家 有這樣子的 比如說政府 保留 或是政府 保留一個地 讓藝術家可以去從事 拍攝 或是一些其他的 藝術創作嗎 對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我想要問一下導演 就是關於歷史填調的部分 尤其是台籍日本兵的部分 因為我阿公 他是台籍日本兵 那我不知道 就是導演在拍攝 這個籌備的階段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遇到 台籍日本兵 就是目前還沒有人散 因為我阿公已經過世很久了 那我對於台籍日本兵 自己本身的了解 其實可能書籍 或者是一些影視的作品 其實都很少 那之前我有看公事的 在講一個故宮 那個古董 古董的買賣兩岸 好像那時候1949 歸保1949 裡面其實是有 就是那個台籍日本兵 是軍部 就是台籍日本兵 在南洋當兵的時候 其實角色可能是比較卑微的 那導演 我有看第一集跟第二集 就是灘燃時光 那其實有一個那個 神秀 對對對 他回來的時候 其實性格好像是有一點 比較黑暗 或者是扭曲的 那其實我阿公 他回來的時候怎麼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差了六十幾歲 那樣子的一個角色形象的建構 還有那個歷史的重塑 我自己覺得是還滿 那個感覺是創造陣頭曲 因為其實去看越戰或是阿富汗 就是那一些軍人回到美國之後 一些相關紀錄片 是有這樣的症狀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導演在於歷史填調 然後跟這個歷史重塑的過程 是如何去想像跟就是調查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謝謝 好 ok 那個先從後面 台詞日本兵的填調 事實上沒有 沒有太大的 欸 就他的文書資料算多 文字資料算多 然後有很多各自出版 就像宜蘭有幾個台詞日本兵 因為家裡小孩的關係 就像第三代 那他們覺得應該幫阿公出一個 屬於在他阿公還在的時候 就聽他講故事 然後做那個口述歷史 就像史明一樣 就很多人在幫他做口述歷史 那事實上台詞日本兵 也很多類似這樣的資料 是有存在的 各自做的 那當然也有 像前衛主管社有出過 所以這一部分在文書上 是還ok的 但是檔案局這個我就不知道 我相信還有很多啦 事實上是可以找不到的 那現在目前 所以我說這一部分的甜調 如果你從這個就滿足的話 我是覺得那個不是沒問題的 從哪個島哪個島 其實他們都顯然很清楚 然後他們的遭遇 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的生活是怎麼樣 一大部分都很清晰的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判斷 只是一直沒人拍而已 沒人拍的原因 跟228這件事有點不同 沒人拍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所有的電視台都會結他美視台 魁悟那句話就是不爭氣 真的不爭氣 公共電視不做 公共電視台在這裡 不做 就是做做片面 交代事 那個不是交代事可以處理 那是一個時代 台灣人的一個時代 怎麼會用這個態度 在面對這個歷史的大時代 那麼多人的哀傷 悲劇勇敢奮鬥出來 沒有 沒有人管他 都是把它當成是 搖椅搖表一格 做一下做一下 這是我們很嚴重的問題 很嚴重的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你 這個問題就跟那個歷史場景有點關係 就沒有一個一樣的問題 現在誰可以告訴我 馬上可以講的 哪一個國家跟台灣一樣 就是過去經歷過的建築 很大量的毀掉 我剛剛提到他問的時候我在想 有哪個國家跟我們一樣 18世紀的法國 18世紀的法國 18世紀的話 那個是戰爭的關係嗎 不是他們就是為了 那個時候新皇帝上任 然後他為了就是說 要展現新風氣新那個 所以他要把那個時候 救世代風拆掉 然後換成新了一批 都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風格 這樣子 18世紀 不是 好現在沒有 然後德國 現在 不是 那個二戰的時候 對 二戰的時候 二戰那個戰爭的狀況 這個稍微有 這個知道 但是 坦白說 我是一直在找 沒有 荷蘭 不是我剛剛是荷蘭日本 只是荷蘭西班牙 是因為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我說 連那個東西我們都要去重視它 那個是過去台灣 曾經在台灣過的一個政權 大家想到為什麼 我們要了解歷史 不是了解現代的這個 這個時候也要了解 那個年代到底是什麼事情 台南到底怎麼回事 安平到底怎麼回事 那個歌謠裡面所展現出來的 面貌怎麼回事 當然我們如果要一個 眾生的嘛 當然要去做它 我說台灣真的沒有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哪一條 1970年代 70年代就好了 不要太遠 1980年好 現在還有完整的1980年代的街道在哪裡 金門沒有 沒有 金門都沒有 馬祖沒有 改變很大啦 不跟從門 當然就是 速度上跟台中當然不一樣 台中沒有 沒有哪一條街道是1980年代 還留著的街道 街道 騎樓 冷氣 通通沒有 沒有 那個是 那個是要保留 那個不是什麼 這是自然的現象 新加坡還存在了很多啊 新加坡 它頂多是把一些東西遮一下就可以拍了 例子 有這種例子 日本那個更多片場很多 它要拍哪個時代就進哪個片場 所以是日本政府有特別把那個區域重建起來 或是說給它重建一個區域說這個 我想問的是比如說像您剛說到日本很多片場 比如說我可能拍這個時代 這裡就會有一個片場是這個時代的 是日本他們在重新建立起來 或是說他們在當時是保留下來 那如果我們當時並沒有保留下來 那我們該怎麼做 我比較想說 日本的片場是建立起來的 日本的片場制度當然已經很長的時間了 每個片場的故事不同 但那個不只是包含政府的力量 包含文化界的力量 包含商業的力量 讓很多片場還存在 松祖東印都現在都還存在 那他們如果用舊時代的東西來說 不要說片場 他們能保留的還是很 就舉例來說我去拍那個送報夫 你們有看過那個短片嗎 送報夫 拍那個楊葵在日本的那個年代 東京街頭送報子 大下行 下大行 東京現在沒有啊 哪有這種街道 沒有啦 那你能找到河掌村去看不像 太觀光了 那至少你還找得到 喔 開拓村 北海道 那超厲害 真的 我現在只要想到 那個畫面就跑出來 那整個街道都還留著 剛有的幾棟建築都還在 有幾棟還在什麼 不是原來就這樣 有移動 有移過 他把它複製起來 弄起來一個村落 完全是那個時候的村落 我看到簡直快哭了 怎麼這麼厲害 我現在每次想到日本 我們的 我們日濟時代的電影 日濟時代的電影 我都會想 來去那個 開拓村 保留的非常好 類似這個 絕對不止一個 他們有很多 沒有很多 就有些這樣的地方 是可以選擇的 我們是連選擇都沒有 韓國是齊政府力量在做這件事 這大家都知道 他是真的齊政府力量在做這個事 把整個街道放起來 用片場 用什麼 把該保留的全部保留下來 不會說真的找不到槍 不可能 日本金虎就那幾套 日本金虎有些網友真的比較厲害 我知道其實我都有看 我也知道這個他們講得很好 但我不會在上面悔 我剛悔沒有用 不能在那邊訴苦 說我沒有錢 沒有 他們都很厲害 他們連日本金虎該有的規範都搞得很清楚 有一批這樣的那個鄉民 我知道齁 對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 那個找的資料就齁 目前沒有 金虎就那幾套 不可能 日本金虎 三十十多個是怎樣 那個賽德克馬來 卡末也在用 然後用完就我也用 那用完就給那個大賤而已 真是 好糟糕喔 還好 這是第二個問題 然後 第一個問題 這個因為有點大 坦白說很大 可是問題真的很大 就如何 就一個演言 或是創作者來說 如何去佈盡這個魔咒 對嗎 那個鍾靈蕾 現在可以幫我回答這個問題 太難了 但沒有一定 我的意思是說 他很艱難 他那個艱難來自於目前的對抗只有一種方法 只有一種方法 就跟 不好意思我要說一下菲莉迪的好話 就是 就是 一定要捏路 就你真的要堅定 只有這個方法 目前我都不能走 就只有這個 就是 我知道很困難 你一直在講那些 我就 偏偏要跟你講 不是偏偏 我一定要講我自己覺得的對方 那如果有更多人講 大家都敢講 鄭友杰敢講 鄭文棠敢講 林鄭勝敢講 那個沈可善敢講 也許有機會 或者演員都敢站出來 那現在沒有 現在真的太少太少演員 敢表達他對於台灣立場的問題 還是什麼 不能怪人 但是有 不是 不是很願意講的也有 就跟我這次的演員 他們後來跟我去做談會 都很 也很 很坦蕩的 跟他講他們對台灣努力的支持 一兩個 我也覺得 哇 好棒 這類似 要多 就慢慢去做 就是我說 我要讚美Brady 是他有這個精神 我當時叫蕭笑 還是一陣子 因為剛剛聽他 欸 會怎樣 不是會怎樣 不是說會怎樣 是說你會被那個 寫不上啊 你會不會怎麼樣 不是 他就是 有點那種志氣的做法 就是 往前做就對了 就一直做 這個還不錯 兩百歲 是很少的人 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 進入政治界 如果能一直保留這個 我們真的要 拍白的手 一直鼓勵 這個太難 政治界是一個 不過社會其實都是 所以你進去會開始 瞻前顧後 會想別人的想法啊 這個做這樣會不會有票啊 那樣會不會有 募款會不會很難啊 對嗎 他沒有 他至少到目前為止都還OK 不是 該講就講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台灣獨立就台灣獨立 然後支持費時就支持費時 這個很不容易耶 在政治界 還有第二個嗎 有啦當然有 有其他人 但他這部分的特質還不錯 我會說他的好處 好是因為 這個精神是最重要 目前我們只能靠這個 策略上 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 唯一的方法是說 唯一的 未來的可能性是 小英用的幾個人 文化部長 什麼博士 千萬不要亂用 然後公務電視啊 這些人真的很重要 公網集團很重要 我們也沒有其他人 說真的 公網集團 真守住 然後有一種很強的力量 再往前邁進 往前不是說什麼 政治正確這些東西 而是 他自己很清楚 文化的使命在哪裡 應該怎麼做 那有一個集團 在往前走 其他的商業電視台 多少會對 多少會跟 他沒辦法全跟 他至少 跟一點 民視也會開始真正 有點台灣味 然後 很多台灣台灣電視台 多少有一點 因為他們都要靠中國那一邊 所以都是假的 直接說是這樣 每天都要在想中國市場 所以很多事情不敢做 那夜來什麼 這個都跡象 剛剛你們看得比我清楚 是真的不敢做 他不會直接說我不做 不會 他們只會說 這要搞力啊 什麼 商業啊 我頻道的問題啊 最關鍵最關鍵是 那個大市場 那個大市場 最關鍵 這直換是說什麼 其實 其實 在燦爛時空裡面 有一句台詞 就是說 每個時代都有那種 不怕死的人 對抗就是 其實不要說不怕死 就是要 像阿唐法官剛才講的 你要堅持你自己的問題 堅持你自己的問題 堅持你自己的問題 就是對的 你堅持你自己堅持 不要因為一些考量 然後就 就隨著整個潮流 或隨著 因為顧忌到 譬如說選舉 因為 克魯迪的旗幣 然後自己 幫手幫腳 有一些事情 就是該做了 你就是一定要去做 所以說什麼 台灣人的變身 對 對 我們說實在 我們的公圓集團 為什麼很重要 公圓集團就是在補足 就是市場力量的那個部分 可以在市場力量以外 可以做一些 就是真的 符合我們自己的文化 所求的 符合我們自己的社會 真的重要的 那個東西 所以公圓集團很重要 但是在過去這八年 在阿嬤政府的這個 之前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 親親的感受就是 政治利益的一個介入 然後整個拍攝的那種方向 很多 對 你就會發現 整個那個東西是很明顯的 我們剛才在說 台灣人的電視檔 我必須說 比如說 在公圓集團裡面 客語還有客家 就是客台在做 對 那我必須坦白講 我們現在台語的 一個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電視台 電視頻道 是市場集資在主導 並沒有一個屬於 公圓集團的一個 一個公共資源的 真的在做這台電視 那一張頻道 那這個東西 就是 那剛才在說 就是 你受到那個 那一個 所謂大的市場 自己去 去 被自己制約 你如果要去取救 還要你去指定 所以你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射線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不要抗 什麼東西不要抗 我實在 總理剛才說 就是 旁邊是白色恐怖 是怎樣 韓國人 做好多 那些東西 如果要去取得票房 其實是有個議題 親立 然後有個票房 還可以 還可以 啊真真 票房很好 還可以 上 近千萬人次去看 因為電影 不是省毛的地財 可以去到這樣 對啊 啊是怎樣 我們的 台灣人的電視台 是怎樣 剛才這種的地財 像 跟百個百個百 那真的不是 可以 三一雷遊 是啊 好啦 好 時間有限了 繼續說順著抱怨一下 再收集 再收集三個 一個 兩個 那一位 三個 因為剛剛正道 有點名我 我先很簡 快速的回應一下 我做回應沒有問題 那因為其實 從法治的歷史 我們看到是一個 從個人的角度 剛剛正道遠提到說 個人要如何去堅持 這些 對抗 中國的因素 那 我覺得另外一個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哲舞 所以他太遠哲學的東西 我覺得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 文化霸權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提到說 這些 在不同的 我們要建構出自己 我們台灣人認同的這個文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鬥爭 出來的一個過程 你如果覺得認同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的國家 這樣的一個文化過程 那我們 除了一種 從個人的角度堅持 我覺得另外一個 從由上 又是由下而上的 從我們公民社會 另外一個由上而下 我覺得 國家主導的這個資源分配的過程裡面 它缺少了一個分配的正義 然後 然後 比如說在文化產業 文化工 我們不要說文化產業 文化工作 那影視的產業裡面 就剛剛 比如說 剛剛提到這個東廣集團 那個 一些相關的 一些資源分配上 我們必須要去搶奪到那個位置 也就是說 這樣講 台派要取得一個重要的一個位置 這個是可以掌握到資源分配的一個過程 然後大家不要覺得這件事情很髒 因為你要建構出自己認同的那個文化 你就必須要去透過這個鬥爭的過程 就取得你自己 屬於你自己台灣人的文化霸權 而不是屬於中國的那一套的文化霸權 這個是我認為說 應該要從這個角度出來 所以回到政策上面 政策上面就是 如果說 有屬於台派的人 掌握了好的政治位置 透過好的一個政治分配 那我們才可以拍出我們想要一個東西 我們需要的 怎麼樣的文化 甚至包含 今天蘇老師也在這邊 剛剛因為提到場景的部分 那我覺得說 包含我們自己如何想要保留 我們自己在台灣的 包含我們在社區裡面的很多 需要比如說 你現在看到我們中區 這個是在過我們所謂的舊城區 可是這個舊城區一直在改變 那可能過去的東西逐漸在消失不見 那我們如何透過文化的力量 去透過文化的爭取 文化的運動 文化的行動 把這些東西 一步一步的讓它找回來 不管是從民間 要從這樣的一個建構的過程 但是從上而下 政府要負責資源分配 我們必須也要有這樣的 進入到政治的場域 來採取必要的措施 這是我的看法 其實就是我一開始 對28天的時間其實 其實接觸的都是課程上 其實是到前陣子 我才知道其實我家裡 是跟這個時間其實是有關的 這樣子 因為當初其實是 不是說直接的跟政治上有關 其實是土地的問題 是土地徵收之後 我就摸一瞧就不見了 對 就剩一隻小事 所以我才開始對這個議題 有所謂的關注的部分 然後其實我本身有在接觸影像 影像這部分 影像除了光照片也好 影配也好 可是 當我發覺說 不像韓國說 你說政府大力去支持 你說到戲劇啊 甚至我看過的音樂 應該光照片那個大型的鎮壓這部分 但我覺得說台灣 你說政治正確也好 其實有時候 為了主流市場 你說為了大陸 你說靠攏 有時候真的是大環境下 真的有時候 逼不得你吧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因為其實看了也很蠻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 以我的立場 我的力量 就是我現在所站的位置 我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就是在我周圍的人群 你不要說我 我不指望說 我能夠短時間擴大到整個社會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想從我周圍的人開始做起 但我想知道我可以做些什麼 謝謝 好 那個 想跟導演請教的是 當然我知道時間不夠 並沒有多少 可是 我想要了解一下 燦爛時光整個劇本形成的這個過程 到底它是怎麼去形成的 因為老實講 我們在中區也收集到非常多 這種二八前後的一些故事 對 那 我現在手裡有非常多的這些故事 然後這些故事要怎麼變成一個劇本 甚至變成一個劇 其實現在正在傷腦筋 對 那所以我也想要知道說 燦爛時光它到底是怎麼去形成 到底是從怎樣的一個 你的路徑是有一個援助還是怎樣 怎麼把它變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區 對 好 好 那個 中理真的謝謝 真的 我自己也講得太好 太清晰了 很好的一個論述 這個我自己也 就是透過這樣的回應 那個思考我也讓我更清楚 但從中理的講話 以及像那個 第二位同學這樣講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受到 其實我們最嚴重到一個程度 我開場回來的那些話 就是 我們連鬥爭這兩個字 都覺得它有點髒 我說包含我 過去 我現在活過 就為什麼我們會談到這樣的字 會覺得 好像這個人氣壓壓怪怪的 拜託 它不過是一個就是抗爭 跟它結鬥的意思 就這麼簡單而已 只是我們被 洗到一個程度太嚴重了 我們那種生得很嚴重 你怎麼說連鬥爭就覺得 這人共產黨 要命 鬥爭是一個態度 當然要鬥爭 不然你就 你就只好去投降 不然你怎麼辦 那都覺得政治很髒 那我告訴你 連政治很髒 這四個 這種意識形態都是被弄的 誇張到一個程度 政治很髒 政治那種 那種運作啊 鬥爭啊 很髒 政治不鬥爭 怎麼叫政治啊 就是除了無物眾人之外 當然是要取得更多的發源 且取得更多的權利 去主導這個社會 去影響你的心目中的理想國嘛 當然是這樣啊 理想國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講講話就有 不是 是要透過選舉 透過那個裡面的運作 透過接合運動 透過組織跟組織 每天在講鬥爭 怎麼樣去跟資本家 把那個事情弄出來 把那個資源分配好 這個就是鬥爭啊 鬥爭有什麼可怕 有什麼髒的 講到鬥爭都覺得 嗯 很髒 說得正的 你知道 我說的不是各位 不是在座各位 那個是 那個我們的價值觀 媒體的價值觀 我們平常生活百姓的價值觀 那個生活日常的價值觀 會覺得 講到政治就是覺得 嘖 不行 這個真的要 我的意思說這個才是嚴重 要革的是這種命 要趕快改 我們自己不要犯了同樣的錯誤 講錯話趕快改過來 我自己都會講錯話 因為我也是受洗腦的一代 所以我會講成日記時代 改 沒有關係 因為你曾經被訓練過 那你現在在改 日記 日記跟日記的差別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自己要 意思很清楚 在生活中 跟朋友聊天 做什麼 講政治 該講政治的 就講政治 不是每天在講 就該覺得 表達意見 就表達意見 如果你的朋友會覺得說 啊你這個人講政治很髒 你又花了很長時間 也沒辦法改變他 政治不髒 政治是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政治是有機會 改變我們兩個生活更好 讓我們的家裡 可能更得到更公平的待遇 的一種方法 如果你真的 花很長時間 都沒辦法改變他 你只好失去一個朋友 但是你都不講話 你會失去一個國家 這大隻兄 講出來的 說政治 你有可能是幾個朋友 但是你沒說 你都不敢說 你有可能拿國家就沒問題了 朋友比較重 還是國家比較重 這就是我們要做改善 就是我們每天覺得 這個真的有一種力氣 要繼續往前走 除了自常生活之外 就是有一種力量 鬥爭還重要 當然要如果有機會 台派有機會 真的要去爭取那個位子 不能老師覺得說 阿末啦 那是誤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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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你要在後面在那邊叫 叫說 連公司都不敢做 這事要到本身 你自己有本努力 然後有機會給一個比較好的人 那個又是一個 又在那邊推啊 什麼有了沒了 甚至連主動爭取都不敢去爭取 好 這個事情是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態度很重要 而且我是覺得這個是很幫你管理 剛好有機會講 我覺得 鬥爭這個詞 太偏激了 好沒關係 燙真之類的也是可以啊 但是鬥好像就像劈鬥 我們這種 也是很直接去想要那種 紅衛拼這樣 我們類似這樣 最後最後 終於 不要這樣 你做結論 最後沒有 最後劇本 劇本怎麼來 就是 我說了 其實第一個 原先是從頭所寫起 就這本頭想離開 blah blah 然後那個有一個李家 李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我原來就想拍的事 原來就有證 那這個事情哪裡來 其實並不難 所以 我應該把它做我的結論 我現在所做的事情 那個燦爛時光 如果就一個大文章來說 就一本書來說 我只是寫了一個序言 真的只是個序 這真的不是什麼 那個叫 就假先為 就是我寫了一篇序 這個序寫得也不夠好 但是我把它寫 寫了一篇比較長的序 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章 每個人都要寫 再繼續寫下去 是真的序 我現在所拍的也是序 就是一個 有點是照 時代向下來 日期下來所寫的一篇 一篇一篇的 然後把它蓋出來 所以還沒有很深的東西 那我也沒有去 針對某一個家族 或某一個人的故事 是因為太多 我目前還沒辦法拍 即便來說張機郎的故事 我還沒辦法拍 是因為 目前的資源跟狀況的事情 我先拍一個 總論序 隱言類似 那70年代也是 1980年是我練完大學之後 我對自己的生活熟悉 所以我只是拍一個很淺的東西 很淺的狀況 那為什麼會變成有點像偶像機的問題 我知道很多人看後面時期很不滿意 我都自己想法自己打死 你看那個時候沒有其他的元素 就沒有其他元素可以進來 然後都是這些 就邊劇本本身 我能加的也是 把中壢事件加進去 把那個鐵工廠加進去 把很多東西加進去 那為什麼你會說那劇本不好 為什麼要拍 前面已經說過 我一定要拍完它 我不能等一個月啊 一天二三十萬 你一天沒拍就是三十萬要燒掉 沒有那個錢啦 他們就說我真的沒有錢 就是一天你沒拍 露風沒辦法出去拍 你三十萬沒錢 所以一定要拍啊 那下一個怎麼辦就拍室內 所以如果你們有注意的話 我的前十集 有的時候是颱風天在拍 那是真的所有的工作同仁挺我 那個挺我他是可以靠杯的 他是可以講很多 但是他們挺我 所以那個在東海大學拍的時候 是大颱風耶 我的錢哪有辦法去做那種大水啊 大概是這種狀況啦 所以總而言之 我現在目前的成績 真的是一片戲 那我真的很期待 更多人願意拍它 就是我公開常常都這樣講 如果因為這樣的影年 這樣的作法 然後賠更多人跟 再加上新政府的成立 如果有更多人對於歷史的詮釋 有深刻的使命感 那真的要加入 盡量加入這樣 每個時代都有不怕死的人 我們的時代 我們過去的祖先的時代 有很多不怕死的人 我們只是沒有去看待他們 我們對林少貓不了解 我們對過去的歷史都不了解 我們對太原事件不了解 太原事件就是台灣不怕死的人 的一個故事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去寫這個故事 我的下一步如果有機會 我就是要拍太原建議 去重構一個建議 把那個真正台灣人不怕死的 那個記憶找出來 我覺得這是台灣最重要的 那是不贏 是這麼敢做的事情 提著頭耶 除了喊台灣獨立這個很勇敢 那個鄭南龍這個很重要之外 那個連帶是真的起來革命 那個是真的完全把死 拋在後面 當然有一個理想 是有可能成功啊 那只用拚啦 那個不成功一定死的嘛 大家都很清楚 那個真正台灣人不怕死 太原件 太原事件 如果你們有興趣找資料 找一下太原事件 你就知道 什麼叫台灣人不怕死 大概是那個連帶 謝謝 因為那個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 那就鄭導演的部分 我可能就要在這邊 先做一個總結 這樣做一個 就到這邊 然後先讓鄭導演離開這樣 抱歉 我其實很想留久一點 好難得來哲哺 台中哲哺 那後續就大家如果還有一些討論的話 可以繼續留在這邊 然後就 我把現場就交給那個總理 然後大家也可以繼續有些對話 對 好 我們再次感謝阿鳳導演 然後 剛剛你提到這個鬥爭 覺得這個字太強烈 太激烈 太激進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鬥爭 抗爭 的英文 大概要怎麼形容會比較好 然後 等一下 讓我稍微 做一些解釋 那我們來談 剛剛有談到很多政治的部分 大家在談政治 大家很討厭政治 就是喬政治這件事情 請問像喬的英文怎麼去翻譯 但是政治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如果我要翻譯的話 我要 所以做一個政治工作的 他是一個 coordinator 要去協調所有的政治資源的一些本配跟掌握 那你要去coordinate 翻成中文叫喬就很髒 我如果要做一個社會運動者 我要做抗爭 我要去fight 我要鬥爭 我也會叫我要去fight 我要去爭取我的權利 我要去fight 欸 那 那個可以了 阿爾等下可以幫我看我這樣的權勢 大家在對不對 所以 我就覺得說 那你在談政治 我說喬就會變很髒 為什麼用英文coding就不髒 那所以說 對我來講說 爭取權利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要有一批真的是可以為人民爭取權利的人進到政治的殘餘裡面 對我來講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情 好 所以要提到爭取權利 下個禮拜的折武 就很重要 我們要幫另外一群人爭取權利 大家應該手上可能待會會拿好志工發的一個庫卡 下個禮拜我們會有一場折武來談論有關西藏的議題 西藏呢 大家知道 大概有超過57年310的抗暴 所以我們在310隔天311會邀請到 我們的藏人的朋友 雜七慈仁 他會來到我們現場來跟大家分享西藏目前的人權狀況 還有包含過去這幾年 台灣的需與多頓NGO如何協助來爭取他們的人權 那如果很多朋友也許對於西藏的歷史不是很瞭解 也歡迎來到現場來跟我們一起瞭解這個西藏的故事 西藏的歷史 同樣西藏目前其實比我們台灣更長 他是在中國的掌控之下 那所以可能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禮拜繼續來聽我們的折武 然後剛剛我們後面的志工提示有什麼東西 捐款 哦捐款箱 對不對我們後面有捐款箱 志工哪一個捐款箱 那要離開之前 如果我們願意持續來支持折武 每個禮拜辦這樣一個沙龍 我們彼此的溝通跟對話 可以給我們志工那個捐款箱 丟一些錢進去這樣 啊 啊 這很重要啊 我幫你們通告 好 那所以這是下禮拜的折武 那 我們活動先到這邊 你要回應什麼 好沒關係你可以先講 講完以後我們再結束 我要讓你先 免得說我先把活動結束 然後你說到時候說我們 怎麼好像私了之類的 沒有你可以進行講你的立場跟意見 因為我覺得你 比如說你像抗證你 就像大福事件還是什麼的 你們 也不是要說你們就是這些公民團體 都訴求和平理性被暴力 這 好等一下你來請說 這三個原則的時候 那 當然 這種政治本來就是 都是寫到線的東西 但是你在對民眾講說 和平理性被暴力的時候 就出現 我是要跟你鬥 這樣子 這個字眼就 就聽得很 很 很對不起 你說如果我要主張和平理性被暴力 應該爭取 但是我會用鬥爭這個 就不太對得起來 爭取權力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訴求是 和平理性被暴力 我們 爭取我們應該有的 爭取這些公民 但是 卻得不到 就是 就是 好像我們是要跟 跟這個 市政的政府這樣鬥 對抗 對抗可以 但是 對抗可以 鬥不行 對 就那個字眼好像就 就不太 是不太好 好 好沒關係 那字不好也沒關係 但是 反 核心精神應該我想是接近的吧 要對抗 抗爭 或要跟他鬥 因為我覺得 在一個理性的社會之下 公開不明 可以公共的 當然 就是 理性的社會 對啊 就 你想鬥好像 就是要跟人家 跟人家 就是 一起暗鬥 這樣 鬥就不能用理性 就是鬥不是一個理性的做法 這樣子 OK 好啦 那 鬥不是一個理性的做法 那 我 我覺得這個可能 以後如果有談論到類似 公民抗兵 公民不服從 相關議題 歡迎你再來 跟我們做多一點的討論 那 包含像這個 鬥爭啊 或 這個 拜和平理性非暴力 這件事 其實我們在 前幾個禮拜的折武 有討論過 香港的這個 這個 魚蛋革命 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討論過 所謂的 和理非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這些 以及所謂的 用武裝抗爭 甚至所被人家認為是暴力 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再簡短了 再回應一下 從過去 人民在抗爭的歷史 從來就不是所謂 和平理性非暴力 和平理性非暴力 應該要有 但是 在目前來講 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一種政治證據 我也承認 那我也認為 我們應該盡量 和平理性非暴力 可是呢 通常你被認為 是暴力手段抗爭的時候 是來去一個 有權力的 地位的 高階的人 通常我們叫做政務 他告訴你 你們是不理性 暴力的人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 我們說 我們要抗爭 鬥爭 就會變成一種 很不理性 暴力的手段 就是 暴力這個詞 是由誰來建構的 很重要 文化是被建構的 對我來講 文化是被建構出來的 所以 文化如果是被建構出來 所以 暴力的文化其實 就是 可能有人說 你這台派的都是暴力 你是暴力小兵 或者 你是什麼 你的暴力有時候 是被 有權力的建構出來 所以我說 那是一種 文化上的霸權 那這個霸權是要由 我們這些武力者 然後把這個霸權多 我們來重新 這個論述 由我們來建構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我們可以 等一下 繼續聊